印刷 印刷作為設計的延伸 是將設計的視覺與概念實體化的重要角色 還記得在書店看到不同裝針形式的書籍 或是收到特別包裝的印刷品 那種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嗎? 一件印刷作品的背後 集結了眾多的工序還有流程 有著各種的組合與可能性 來達成理想的印刷效果 大家好 我是感官文化印刷的珍珍 這裡是感官文化與YOTA獨家合作的線上課程 設計人必懂的印刷學 感官團隊的成員皆是從設計和藝術相關科系畢業 我們理解設計師們對於質感的追求 致力於印刷工藝效果的整合 並且積極推廣相關的印刷知識 我們曾與許多設計師和學生合作印製過不同的印刷作品 希望能夠藉由分享我們實務上的印刷經驗 讓對印刷有興趣的設計人 可以更了解印刷產業的執行模式 讓未來再跟印刷方的溝通可以更加順利 在課程的一開始 我們將從印刷產業結構切入 介紹相關的印刷環節還有場域 來建立起基本的印刷知識 接著進入印刷規格還有印刷方式的介紹 帶你認識相關的印刷產業用語 讓你可以更精準的描述自己的硬件需求 選擇適合的印刷方式 並製作完整的印刷稿件 完成事前的硬件溝通後 我們將正式進入印刷的流程 可以分為 材質挑選 質版 印刷 以及後加工四大部分 每個部分都會透過案例 來介紹相關的資訊 像是紙張的材質 印刷方式的效果與限制 還有後加工的範疇等等 課程的最後 我們也會邀請到合作過的設計師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他們 對於印刷上面的經驗還有見解 提供大家更全面的設計印刷觀點 這堂課是市面上少數的印刷實務課程 上完這些課程呢 你將可以運用相關的印刷知識 更精準的描述自己的硬件需求 創造出獨一無二質感的印刷品 印刷的疑難雜症由我們陪你 讓感官文化一起帶你跨越印刷銀河系